第十六集 节令过了盲众,早晚的温差日渐缩小 这几天有了燥热的感觉,年轻人都穿起了单衣 即便是到了晚上,风也是暖和的 坐在官帝庙并不宽敞的殿堂里 七个人的神情有些悲戏,也有些俊素 吴琪买为了赶路,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此刻,他坐在残破的泥塑官地向前 那样子的确显得疲惫不堪 他与阿古达虽是一模所生,但是长相完全不一样 阿古达无短身材,像车轴一样健壮 吴琪买高挑个,虽然生得也算结实 却更像一位书生 这基因阿古达长得像母亲,而吴琪买像父亲 吴琪买一坐下来,便使劲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 其他的人也都沉默着,仿佛在等待着一个噩耗 也许是连日的煎熬,加之殿堂内的气氛太压抑 迪亚突然捕着脸,啥气起来 屋子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慌张 还是乌姑乃冷静,他咳了一声说 迪亚,忍一忍,别哭了 迪亚强忍着擦干了眼泪 众人忽然都挺直了几倍,正惊危坐 乌姑乃由于疲劳,声音有些沙哑了 他对吴琪买说 摄政王,你得说话了 吴琪买习惯性地欠了欠身子 然后两手扶在膝盖上 自真聚拙地说 咱嫂子,啊,还是叫乌姑乃皇后吧 她让我找你们来 一起商量一下阿谷打皇帝的病情 屋子里一片沉默 在场的人都清楚 阿谷打的病已经很难好转了 乌姑乃问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还是没有人接枪 乌姑乃只好自己说下去 刚才进这关帝庙前 阿谷打皇帝已经吞下 穆克什背下的最后一粒救命金丹 五天了 皇帝闭着他眼睛就没有睁开过 怎么喊他 怎么和他说提几话 他都不回应 不是他不肯启生 而是他压根就没听见 为金丹的时候 我问穆克什 皇上还有救吗 穆克什不答话 却在皇帝的身边跪了下来 拉着皇帝的手 硬硬哭泣起来 乌姑乃话还没有说完 迪亚又放了悲声 其余的人有的抽气 有的背过身去 抹起了眼泪 吴奇买木讷地问了一句 咱哥哥 还有救吗 大滴大滴的眼泪 溢出了乌姑奶的眼眶 他的嘴唇哆嗦着 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灯干油记 不 父皇不能死 宗旺突然歇斯底里地咆哮了一句 接着垂胸顿足地痛哭起来 屋子里的场面顿时有些失控了 完颜宗汉走过去 紧紧地将宗旺抱在怀里 他脸上的肌肉抽搐着 但却强忍着眼泪 乌姑奶再次克制自己的情绪 他磕了磕手中的茶碗 喊了一声 旺儿 声音不大 却很有穿透力 宗汉松开手 宗旺坐到椅子上 宗汉也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乌姑奶继续说 摄政王 阿古达皇帝该怎么办 你给大家拿一个主意吧 嫂子 我 吴奇迈欲言又止 二弟呀二弟 我知道你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乌姑奶说止提高了语调 如果是丁门小户人家 当家的出了事 自然是婆娘来处置 但是咱当家的是大经国的皇帝 你是大经国的摄政王 该怎么办 是救还是放弃 得你说了算 吴奇迈素来就知道 乌姑奶是一个既不惹事 也不怕事的女人 她对这位嫂子一向敬重 但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 她不敢有任何造次 她双手敲打着膝盖 深思了一会儿 首先问陈尔氏 老先生 你见多识广 你说皇上还有救吗 陈尔氏摇摇头 吴奇迈又问洞魔 你说呢 洞魔拼命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痛苦地说 咱弄不清 咱弄不清 吴奇迈的眼光 审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然后轻声问乌姑奶 嫂子 今晚上 一定要做出决定吧 吴姑奶坚定地点点头 摄政王 再拖下去 阿古达皇帝只会更痛苦 人到了这个地步 多活一天 少活一天 已经没有意义了 况且 阿古达已经五天没吃一点东西 开头两天还能喂水 现在连水也喂不进了 刚才吃药 是我撬开他的嘴灌进去的 过了明天 保不准他就饿死了 那 让他今天晚上 就回到太阳神的身边 吴奇迈仍然是商量的口气 乌姑奶体谅他的苦衷 便对儿子说 宗望 我是你的母亲 阿古达皇上是你的父亲 咱娘两个先表个态 今夜里 就让你爹上路吧 宗望点点头 再次痛哭起来 吴奇迈既被阿古达 即将允命而心如刀绞 又为乌姑奶的通情达理 而大受感动 于是他不再犹豫 他让人找来在门外待命的木刻石 问他怎样让阿古达皇帝 毫无痛苦地飞升天国 木刻石其实早就有了主意 但这会儿他仍装出一副 冥思苦想的样子 琢磨了半天才说 摄政王 我的药葫芦里还有一种金丹 名叫安魂丹 啊 如何安魂 让阿古达皇帝吞下这颗安魂丹后 不消片刻 这药性就会发作 阿古达皇帝就会突然睁开眼睛 面对微笑看着大家 然后就像仙人一样睡过去 不再醒来 真的没有痛苦 真的没有 好 你去准备金丹 木刻石答应着 躬身倒退着出了殿门 吴奇买走到门前 看到庙外广场上停着玉年 回头问吴姑奶 嫂子 咱们去把阿古达皇帝抬到这里来 咱哥哥最喜欢官帝 让他在官帝的陪伴下 去追随太阳神 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 好 你们等等 吴姑奶说着 便拉起迪亚的手 妹妹 走 咱们先去给当家的擦擦身子 咱们可不敢让他 买买胎胎的离开 按成尔氏的安排 与阿古达的告别仪式 放在子时开始 丑时结束 按中国天干地支的说法 地支为子丑银卯 臣似五味 身有虚害 天干为甲乙丙丁 物己更新 人鬼 天地相配 两手相加为甲子 地支十二数 分别配十二生肖 即子鼠 丑牛 银虎 卯兔 陈龙 四舌 五马 喂羊 身后有机 虚狗 害猪 用现在的时间换算 子时是一时至三时 承尔氏选择这样两个时辰 乃是因为子时属阴阳 喂叛之时 犹如婴儿处在母妇中混沌未开 这时候让阿古达告别亲人 实乃是重回混沌 进入众庙之门的最佳时刻 接着是丑时 按一经解释 十二时辰中有四库 丑为土库对应黄色 尘为水库对应黑 您正在收听的是熊肇政作品 大金王朝 演播 陆建议 制作人 于丹 在木克什的指挥下 告别阿古达的一应礼 在子时前就已经准备就绪 乌古乃和迪雅 在柳牙尔等的协助下 也把阿古达的身子擦得干干净净 乌古乃还将平时积攒的 舍不得用的龙咸香粉 在阿古达的周身涂抹了一遍 然后替他穿戴起 大金国皇帝的冠冕礼服 他做着这一切的时候 阿古达仍像在熟睡之中 但比起五天前 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身上健壮的肌肉消失了 丰满的脸颊也凹陷下去 看到他这副样子 几个女人都默默的流泪 他们怕惊扰了阿古达 所以都不敢哭出声来 当他们替阿古达收拾完毕 杰布与水老蛙早弄来了一块门板 在玉碾外厚着 门板上铺着阿古达常用的那块迅路皮 乌古乃一条门帘 他们两个人就赶紧登上玉碾 他们抬着阿古达的身子 乌古乃扶着阿古达的头 迪亚抬着他的脚 四个人小心翼翼的把阿古达抬到门板上 乌奇买 动魔 宗旺 宗汉四个人分别站在门板两边 乌古乃最后一次打理阿古达的穿戴 帮他称称龙袍整理脖子上用祖母绿 以及鞍唇蛋大小的北珠坠成的巢珠 最后他在阿古达的脸颊上亲了亲 这才朝乌奇买做了一个手势 四个人一起攻身发力 抬起了门板 此时月光暗淡 阿古达的脸色显得苍白 但也很慈祥 刚刚修剪过的坚硬的短胡子 依然显示着他的王者风范 从玉年到关帝庙不过十来丈远 但吴奇买却感到像是走过了千山万水 他们一寸一寸的朝前挪动 吴奇买个头偏高 为了让木板平整 他不惜屈着膝盖 走进庙门时 劫步与水老蛙早就织好了长凳 木板稳稳地搁在上面 阿古达的脑袋面对着关帝神像 这神像虽然残破 但依旧目光如炬 他似乎在盯着阿古达的脸庞 思索并欣赏着 沙漏记指向了紫石 身穿大萨满服装的木克石 领着同样穿着教服的四位小萨满 从庙门外走了进来 这殿堂里除了先前的七个人 又增加了捷步 水老蛙 朵岩等人 因此显得拥挤了 若是在平时 木克石见了皇帝和摄政王 就必须下跪 但只要他穿起了神服 他就可以不向任何人下跪了 因为他代表着神灵 在女真人看来 天底下只能是人敬神 而不会神敬人的 此时木克石领着四位小萨满 围着阿古达绕了三圈 一边走 一边嘴里念着含糊不清的咒语 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秉升静气地 看着木克石的一举一动 当咒语念完 木克石恰好停在阿古达的脑袋跟前 两个小萨满 十分小心地抬起阿古达 带着铁盔的大脑袋 木克石从腰间取下一个漏金的小宝瓶 到处一粒绿豆大小 琥珀色的金丹 见阿古达双唇紧闭 他示意乌古奶前来帮忙 乌古奶上前 用双手挤了挤阿古达的双颊 这次很奇怪 乌古奶没有费多大力气 阿古达的嘴唇就张开了 木克石迅速将那颗安魂丹 放到阿古达的嘴里 两个小萨满撒开了手 阿古达的脑袋又搁在锦缎棉枕上 木克石再次念起了咒语 四个小萨满站在他的身后跟着念 屋子里的人都秉生静气 听着蚊子一样嗡嗡的咒语 目光都落在阿古达的脸上 突然阿古达的身上散发出一股奇异的 让人飘飘欲鲜的香味 这不是乌古奶涂抹的浓咸香 那香味一开始就让人沉静 而是一种从未闻到过的 似乎是檀香 陈香 茉莉花香 兰草花香等各种草木混合的香味 迪亚禁不住问 这是什么香 这是太阳的香味 木克石的脸上充满了神秘 伟大的太阳神来接阿古达皇迪拉 木克石话音刚落 奇迹出现了 只见阿古达突然睁开了眼睛 眼珠子缓慢的转动 他似乎看到了环绕着他的亲人们 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皇上 承尔师一声惊呼 屋子里的人这才从愣证中回过神来 一起涌到阿古达的周围 忙不远的喊 皇上当家的哥哥 父皇 父皇 听到这些不同的喊声 阿古达并没有扭头 他的眼珠停止了转动 直直的盯着前方 忽然 他的身子像是被人拽了一把 竟然伸出双手坐了起来 喉咙里发出几声带着弹响的叫声 然后又重重的倒了下去 皇上 飞升了 穆克什尖叫了一声 不知他什么时候抓了一柄羊皮骨在手中 这时候他用五根指头扣向羊皮骨 领着小萨满们开始歌唱 唱啊 跳啊 咦呀咦呀 在启宁星来到之前 我们的英雄出发了 吴喜买 洞摩 乌骨奶等等 所有站在屋子里的人 忽然间所有的悲痛都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 他们像是在欢送一位出征的英雄 骄傲地跟着穆克什一起隐含高歌 英雄胯下的骏马将越过九十九座高峰 英雄乘过的牧船将射过九十九条河流 后要一 后要一 沿着太阳神飞升的方向 我们的英雄踏上了美丽的征程 这时 关地庙前的广场上数十堆篝火点燃了 凤林阵中仅有的一条穿过房屋的道路 以及镇刺四周的原野上到处都点燃了沟火 御林军的三千将士们挥舞着长枪歌谋 他们都加入了歌唱的行列 英雄留下的刀剑 传给了每一位优秀的子孙 英雄住过的房子成了人们敬仰的宫殿 他是天之骄子 太阳神的骄傲 他从神话中来又回到神话中去 所有的道路都在他的面前展开 贺邀义 贺邀义 所有的道路都在他的面前展开 深沉而积月的歌声像是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 他不但冲回了黑暗 也荡敌了人们心中的悲痛 女真人用这种再歌再舞的方式来与死去的亲人告别 不但慰藉了死者 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 也是一次心生 一次灵魂的升华 歌声还在继续 木客时领着大家又从头唱了起来 这一次 乌骨奶没有跟着唱 他走到门板的左侧跪了下来 将自己堂满泪水的脸颊 与阿古达的脸颊紧紧的贴在了一起 他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这样依偎着 抚摸着他最爱的人渐渐僵硬的身体 迪亚健壮也跑过去 在阿古达的另一侧跪下 两个女人的鼻息中依然有着从阿古达身体中散发出的能够激起他们爱欲的芳香 未时一过 龙玉上边的阿古达并未停名 而是依旧回到御年上 这是因为老皇帝必须回到金上京举行隆重的国葬 眼下这天气一天热过一天 炙热的天气下 尸体很快就会腐烂 所以要尽量节省路上的时间 阿古达的遗体抬上御年后 为了防腐 临时用了两弹岩将其掩埋起来 而后在捷布的率领下 三千御林军护送御年即刻上路 吴姑乃与迪雅也坚决要求 陪护老皇帝悲怀 吴奇迈也就医了他们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熊赵正作品 大金王朝 大金王朝